离谱吧 沉迷电丸 有六月鹰在50度车内闷死 就是嘉义这位离谱的林姓父亲 前天敬畏的沉迷超商内的电丸 将六个月大的女鹰 独留车内四个小时 结果被车内50度高温 火猴闷死 他是因为小孩子 带小孩子出来的 小孩子放在车子旁边 当时他是说他先开冷气 让车内降温之后 温度降低之后关掉 然后开那个车门的车窗 早上八点四十八分的时候 他下了车要进到超商 他是去买香烟 然后看到人家在那边打电话 他就在旁边观看 期间有两次到外面去看小野 监视器上面来看的话 大概有三个多小时 到四个小时之间 最后一次十二点多出去的时候 他发现小孩子有口吐白沫的情形 以前死亡 医院那边转过来 说有小孩子在大年前之后已经死亡 女儿猝死 让这对年轻新手父母 有些不知所措 他怎么会很像 这种状态 这位父亲离谱的行徒 以违反了儿少访 及过失致死罪行 东兄们家里报道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